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碑大菜源自英國 距離現在二百多年的歷史 打碑大菜屬於英國馬壇一年一度的城市 每年都吸引很多觀眾入場 究竟英國的打碑大菜有甚麼特色 跟我們香港打碑大菜有甚麼分別呢 我們立即認識一下打碑的發源地 葉森舉行的英國打碑大菜 英國打碑大菜除了是英國馬壇的年度盛事 亦是全球馬壇竹木賽事之一 在每年六月的第一個 或是第二個星期六舉行 這一項專為三碎馬而設的比賽 至今已經有二百三十年歷史了 在1780年的第一屆 賽程定為一里 到了1784年 賽程改為一里半 直至到現在賽程仍然是一里半 不知道英國打碑大賽有甚麼特色 葉森打碑大賽最難度高的地方 先是掠轉右彎 接著要拐過一個很高的上斜的左彎 然後急速落斜入達坦恆彎 其實我說好像很容易 但如果你真的有機會走下葉森的馬場 發覺這樣的難度 有些練馬師說過 他一匹馬最多只是夠膽 在這個彎中轉兩次 轉到第三次 馬已經不夠膽轉了 是一個很驚心動魄的轉彎 過達坦恆彎一半半入直路 原來還有一條超過接近600米的直路要上 還有最後是暗斜的 所以你想想對一匹馬 氣量 對出馬的膽量 以及騎士法力位的判斷 其實英國這個葉森打碑 才是我覺得是至高無常的打碑 對馬匹是一個頂級的考驗 英國打碑是英國五大經典賽事之一 其餘四項還包括 二千堅尼、一千堅尼 像樹大賽和聖烈志大賽 英國打碑大賽 亦是英國三貫大賽的次關賽事 第一關是二千堅尼 而尾關是聖烈志大賽 歷史悠久的英國打碑 不知道又有哪一匹經典賽區 經典的葉森打碑盟主 我相信很多朋友 第一隻當然是說尼真斯基 1970年 事實上尼真斯基 事後便完成了英國的三貫馬王 亦是可以說直到現在 之後再沒有其他馬 是能夠順利完成 二千堅尼打碑和聖烈志的三貫 近年有一批英國打碑冠軍 亦與香港有絕不可分割的關係 這一批就是2009年 英國打碑大賽冠軍海刀之聲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海刀之聲的馬主 崔家良先生是一位香港人 海刀之聲 亦是華人之光 亦可以說海刀之聲 將這個葉森打碑 真真正正帶來和香港的關係 是這麼密切的 亦是值得紀念的 海刀之聲事實上 除了他初出第一場 跑過第四之外 一直是橫掃無敵的 除了贏這個葉森打碑之外 亦是能夠贏法國海船門 大賽冠軍以三歲馬仔的身份 贏海船門的確是難能可貴 亦可以說近年 華人之中 甚至香港人之中 在歐洲馬壇 奪得殊榮的榮譽最高 莫過如趨氏家族 這筆海刀之聲 不知道平米人吳嵩 又認為英國打碑有甚麼地方 值得香港打碑學習呢 譬如說葉森打碑 可以說在場中間 整個嘉年華會 我們都看到很多 小朋友玩摩天輪 在中間有很多嘉年華會的氣氛 攤位遊戲 英國那邊的打碑根本是氣量 大家一起去爬 我們看到部分馬 譬如跑完葉森打碑之後 有部分馬都可能不見了 然後退役配種 不奇怪 因為他們大賽是至高無上 贏完之後 就已經奠定了配種地位 打碑的歷史是如此悠久 由英國原創 葉森打碑 我個人認為是最催之若武的打碑